可算進來了 比想像的陰森好多啊 我們從這邊進來 果然沒有引起他們的注意 機會不錯 被關在這裡一定很可怕吧 要趕快去救正聖師父了 我們分頭行動吧 為了迎接正聖師父 我要去做些準備 那你當心一點 可別被抓到了 你們也一樣 好大的門 看起來似乎需要收集那些高玉形狀的東西 才能打開呢 快躲起來 看那邊 那個應該就是正聖師父吧 以為你們那點小心思 就能騙得過我們 可別以為我們只是單單把你關起來就完事了 可惡 這些天領奉行的傢伙居然動用私刑 是啊 不想辦法快點救出她的話 小公 你什麼時候 我看不下去了 正聖師父如果出了事 我們來得依依就 你們幾個 在做什麼 九條 九條殺羅大人 我們只是 我們只是 稍微 稍微 稍微給她一點點教訓而已 哎 那個人是 是九條殺羅 天領奉行九條家的養子 也是幕府軍的大將 居然會來這種地方 閃開 讓我看看她 動用私刑是將軍明令禁止過的事吧 你們可知道 知道 知道 如果你們不為自己所做的事感到耻辱 那便不配立於天領奉行的麾下 屬下知罪 大人 好慰言的人 趁他們的注意力沒在正聖師父身上 或許現在是個好機會 喂 小公 是不是太心急了 啊 等等 誰在那邊 你們過去看一下 是 他們過來了 快藏好 對不起對不起 是我不小心 還好 就給我個機會 彌補我的貌勢吧 就用剛才我準備的好東西 哇 是煙花 那面什麼東西爆炸了 難道是 煙花 快過去看看 像煙花這樣的東西 用來吸引注意力真是太好不過了呢 儘管有些誇張 哈哈 煙花的功用可不該只限制在祭典上 當然啦 那可是我的得意之作 那可是我的得意之作 小公 你這是要在監獄辦煙火大會嗎 嗯 畢竟我也是手藝人嘛 不知不覺就想搞得精彩一點啦 呵呵 那邊好像已經沒人了耶 不如我們趁現在 小公 是小公嗎 阿 那些人 老闆 我去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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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是要去做什麼 我去做什麼 那 我一定还会抓他回来 啊 这个嘛 恐怕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呢 走吧 终于从那个阴暗的地方出来了 终于 终于从那个阴暗的地方出来了 郑盛师傅 你怎么样 还撑得住吗 没关系 到医馆之前 我还不会死 我爸妈 我先带郑盛师傅去求医了 清宫酒等以后再一起喝 好啦 快去吧 不用管我们 总算是顺利把人救出来了 是啊 那个九条沙罗应该是为了弥补部下的过错 才放了我们一马吧 天陵风行里居然也有还不错的家伙 当然 这不代表我会认可他执行眼兽令的事 好啦 我们也该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林华他们了吧 原来如此 九条沙罗没有对你们出手 看来他也不是完全不讲道理 不知道能不能试着和他接触 从他手上套到更多情报 我认为很难 九条沙罗是眼兽令的执行者 他只听从雷电将军的命令 对他来说 郑盛师傅并不能直接威胁到眼兽令 所以他才愿意放郑盛师傅一马 但如果我们暴露身份的话 他对我们是不会客气的 也是 不过郑盛师傅得救 对我们来说也算扳回一城 这次多亏了萧公和旅行者 我们距离最终的胜利又进了一步 总觉得你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可靠呢 也没有那么厉害了 确实 如果没有旅行者的帮忙 这次的救援不可能那么顺利 不过 想要反抗眼兽令 现在我们所做的还远远不够 必须要开始准备今后的计划了 不用这么紧张也没关系了 小姐 至少现在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我们顺利把人从监狱里救了出来 同伴的数量也增加了 对了对了 我还听说 最近天领奉行似乎要筹备一个庆典 也好像是什么仪式来着 反正街上执行眼兽令的武士都变少了 现在这是和平时期 仪式 为什么要交给天领奉行那边来办 我也不知道 不过 应该跟我们没关系吧 总之他们最近也很忙 应该没空给我们添麻烦 嗯 这么说也有道理 一直紧张下去也只是徒增疲惫 对 倒不如好好地休息一下 托满 你有什么提议吗 正好到了庆功宴的时间 那我们大家一起吃火锅怎么样 实不相瞒 我最近才学到了一种新的火锅游戏 非常有趣 火锅游戏 那是什么 听上去好像跟吃的有关 简单来说就是每个人准备不同的食材 一起放到锅里煮 然后闭上眼睛轮流从锅里捞食物 一边品尝一边猜是谁放进去的 猜对的人会触发再来一次 而最后得分最高的人 相传还会获得火锅之神的庇佑 听上去很有趣吧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不如说我已经把材料都准备好了 你到底有多想玩啊 没办法 旅行者我们也准备一些食材吧 你觉得放什么比较好呢 我看看 魔鬼级绝云焦焦 超级咸的火腿 冰雾花花朵 感觉会变成很恐怖的火锅呢 肚子好痛 威力好像在放烟花一样 没想到得分最高的是托马 所有奇怪的食材几乎都被托马吃掉了 托马你还好吗 言字清语 没熟的紧挂 涮团子 还有吃了会冻住舌头的东西 我感觉眼前已经出现人生走马灯了 再见了 大家 还不是因为托马自己也放了很多奇怪的东西 一直在捞自己放进去的食材 但是灵华也在火锅里放了小蛋糕呢 还被旅行者吃掉了 火锅煮蛋糕 想象一下那种口感 不 抱 抱歉 我还以为会很好吃的 不行了 我得先休息一下 火过来了 其实托马不用那么拼命也没关系的 只要故意猜错几个 就可以把球传给灵华或者旅行者了 其实我总觉得最近运气不太好 需要火锅之神的庇佑来转转运 不知不觉就有点用力过猛了 不过也没关系 就当作是一种修行吧 能感觉到经过这一番折腾 我的坏运气已经用光了 我宣布今天的火锅游戏到此结束 胜利者就是我 游戏结束了 工作也告一段落 接下来是不是就到了休假的时间了 如果天灵凤行那边正如托马所说在忙于筹备什么 那就这么办好了 能有些喘息时间的话 我也有一些想做的事情 那就各自休整一段时间吧 几天之后我们再来没落茶室集合 商量接下来的对策 这可是罕见的假期哦 一定要好好利用起来 我也要收拾收拾去准备下一次火锅游戏的食材了 这个游戏还有后续吗 一次怎么够 那大家回头再见了 下次再见 旅行者看来暂时不需要再来没落茶室了 我们去其他地方看看吧 :「喜 suficiente欣拍咯 » 6月10日 到皿iji Con obt ف叽档 9月30日 250